女嘉宾脾气暴躁 三年摔了男友四个手机 平时对男友非打即骂 甚至让男友当街下跪 气得徒累怒骂他 没素质 一上台男嘉宾就直言 女友脾气太暴躁了 两人在一起三年 期间他一直忍让 直到不久前父亲生日 他带女友回家去给父亲庆生 因为母亲脾气也不好 所以他提前跟女友打招呼 要女友多担待 不想结果却让他难以接受 吃饭那天我妈找到喝一杯酒 先给她敬的 她把头一个 说有效的女人是不喝酒的 把我妈晾在那儿 谁的 就这 男嘉宾当时都不知道 自己该往哪儿蹲了 可女嘉宾却说 自己没有做错 是他老爸不让他在外面喝酒 并表示 他说他妈皮不好 那我以后要到他家之后 他妈对我对我不好 那我得啥样啊 那我就让你妈 这样这样啥要皮更不好 好家伙还攀比上了 先给婆婆来个下马威 让她知道 谁才是家里未来的王 男嘉宾直接无语 质问女友 知不知道啥叫尊重 不喝就不喝呗 换个委婉的说法不行吗 主持人也直白地问她 会不会说人话 经过这件事后 男嘉宾父母 肯定是不愿意 接触这个儿媳妇了 男嘉宾也回想了 一下两人的过往 发现 那根本不是人过的生活 在一起三年 她被摔了四个手机 只要她没有及时 接听女友的电话 女友二话不说 夺过手机就给她摔了 对此女嘉宾表示 男嘉宾委屈 问女友干嘛不摔自己的 女嘉宾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 然后说 你看 生气也能时刻保持理智 绝不做有损自己利益的事情 多好 更过分的是 女嘉宾对男友的坏脾气 渐渐从摔东西 演变成了打骂 男嘉宾直接被打懵了 这是什么操作 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委屈 可女嘉宾却咄咄逼人 我不打你打谁啊 我这个任务交代给你了 你就应该给我完成 凭啥别人都能抢着 那我要卡了 还能带我啊 你玩戏的时候 我怎么没卡呢 你又想 真想跟我买款 只能跟我买着 别人哪都能抢着 你就抢着啊 主持人听到这话 都不免心疼男嘉宾 问他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毕竟这忍功可不一般 常人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但男嘉宾的忍功 似乎早就登峰造极了 然后 我还得笑个哥 他打我还不能喊疼 这绝对是我见过 脾气最好的男人 被打还要陪笑脸 勾见卧星长胆 都没他这么难 但女友却不买账 你那里面有啥疼的呀 我这么瘦 我能被你挡着啥样啊 那我也不是铁座 我也不是钢座的啊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我打你我还疼呢 我问他媳妇 你手疼不疼 我给你揉是吧 你去管这儿疼 装啥呀 你还疼上了 是不是难的呀 都怪那谁 非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这下好了 吵架吵不过 挨打了也没地儿诉苦去 主要女嘉宾不是窝里横 在外面也得理不饶人 某次两人一起出去吃火锅 由于服务员的疏忽 先给后面来的人安排了座 女嘉宾瞬间生气地找服务员理论 服务员道歉后 男嘉宾就拉住了女友 觉得大庭广众之下 没必要这样吵闹 可不想这一拉就给拉出事了 一顶不爱了的大帽子 瞬间就盖到了她头上 只能男嘉宾是可怜又无助 这还不算 女友还让她把手伸到火锅汤里 以证明她的爱意 好家伙 这哪是在谈恋爱呀 明明是在消磨生命啊 好在男嘉宾还有一丝理智尚存 没有照做 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女友生气地转身就走 男嘉宾无奈 只好花钱消灾 买衣服买鞋又买包 这才哄好了 可安慰日子没过几天 女友又开始作妖了 和姐妹出门逛街 不接她电话也不回消息 男嘉宾担心地多问了两句 女友不开心了 回来就将她骂了个狗血淋头 男嘉宾心里极度不平衡 我不接你电话 你就摔我手机 摔 大家不下面喊了你 你敢摔我手机一个你试试啊 这是只准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大型双标现场 男嘉宾心里苦 但他还能忍 于是又开始去哄女友 不想怎么哄都哄不好 女友更是提出 要他下跪的屋里要求 而且还得在大庭广众之下 男嘉宾感觉 面子有点挂不住 坚决不贵 打个商量 回家跪呗 实在不行找个人少的地方 可这样的请求 还是被女友驳回了 最后男嘉宾还是屈服了 在马路上给女友跪了 结果还被踹了一脚 你说说 这都是啥事啊 主持人听不下去了 直接问男嘉宾 为啥不跟女友分手 男嘉宾说 这都是因为年少轻狂 不懂事的时候许下的承诺 两人刚在一起时 他说他会一直对女友好 所以每次吵架 他都先低头 好脾气地宠着女友 对女友的家人也很好 工具人也得吃饭吧 这哥们实在是太难了 但还有更过分的 女友的嫂子生孩子 让他去陪产 可后面事情的发展 却让他摸不着头脑 后来到后半夜了 他哥走了 然后他也走了 把我留在看他嫂子生孩子 这是真离谱 婚还没结呢 就提前体验了 一把陪产的交集感 男嘉宾有些心机梗塞 但女嘉宾却觉得 这没什么 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还说 他哥都守了一天了 回家休息是应该的 主持人听到这里 再次问男嘉宾为什么不分手 男嘉宾纠结了一下 然后说出了一个 让人大跌眼镜的答案 女嘉宾脾气暴躁 生气就打骂男友 还有男友当街下跪道歉 主持人不理解 两次问男嘉宾为什么不分手 男嘉宾却语出惊人 说女友还没有触碰到他的底线 what 这样了还没触碰到底线呢 你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吗 主持人也疑惑地问了出来 男嘉宾说 他的底线是他的父母 所以在女友怼他母亲后 他便提出了分手 主持人听到这话 放心了许多 说分就分呗 为啥还要来求复合 男嘉宾表示 自己也很难 他要分手 女友又是遗书 又是威胁的 整得他像个负心汉似的 甚至还当着他的面跳车 出租车师父多无辜啊 幸好当时堵车车速不快 女嘉宾只是蹭破了点皮 没有大碍 可说起这事 女嘉宾又变得强势起来 得亏当初我就拨了个二卡猪皮了 我跟你说 要不然我腿摔舌了 这一半你就贪然事了 知道吗 我丢 人家又没推你 自己跳的 能赖谁啊 事后男嘉宾见他没事 便坚持要分手 那和女嘉宾就是不同意 主持人见此 要女嘉宾给男友道个歉 不想女嘉宾三步一拜 整得怪吓人的 主持人哭笑不得 大叫 兄弟快跑 再不跑命都没了 随即 在场的情感导师们 纷纷指责女嘉宾太霸道 支持男嘉宾分手 嘉宾马德华直言 有一句俗话叫 黄尔狼打T分 灌的 那黄尔狼你看 抓着以后给他灌水 他就噗噗噗噗打本体 就是灌的 你们俩呀 就是一孩子瞎胡闹 赶紧赶紧分手 二师兄说的相当有道理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人该有的脾气 还是得有 图雷老师更是言辞犀利 真的直指 仅至于是脾气的问题吗 和教养的问题吗 我认为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素质 还直言女嘉宾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 然后是一串直击心灵的连问 你有心疼吗 你扇他耳光 你让他跪下 给你们家搬了一天的东西 一身脏兮兮的 你没有心疼给他擦把汗 问他累不累 你让人家回家去 你有心疼吗 你没有心疼 你没有心疼 你怎么会疼人呢 你没有疼人 你心里哪有爱呢 或者说我只能说你是自私吗 你只有自己吗 你心疼过他吗 女嘉宾被问得哑口无言 直接泪洒现场 或许是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分 女嘉宾真诚地跟男友道了歉 并许下改正的承诺 最后 男嘉宾还是给了女友一次机会 他说 这是女友第一次为他哭 其实这句话一说出来 他就已经输了 爱情虽然没有绝对的公平 但起码双方要有相对平等的地位 男生可以宠女朋友 但绝对不能无底线 因为爱情是建立在尊严之上的 没有尊严 何来爱情 但既然结果如此 也只能希望女嘉宾 可以真的去改变 收敛自己的坏脾气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 喜欢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